你好玩嗎 從溜滑梯溜下來 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 大人也跟在後頭確保安全 桃園中路重劃區的豐河公園 這座媲美日本沖繩的50公尺 滾輪溜滑梯 深受小朋友喜愛 也是網路推薦的熱門遊戲景點 卻多次傳出意外 一名50多歲黃姓夫人 帶著就讀大班的孫子 來玩溜滑梯 由於是第一次玩保險起見 自己先代替孫子試玩 沒想到溜下來的衝擊力過大 屁股坐在軟墊上 還是一陣劇痛 救護車送一檢查 發現近是第十二節脊椎斷裂 富人送一開刀縫合傷口 令人觸目驚心 住院九天手術費花了 將近四十萬元 目前還穿著鐵甲復健 難道真的有危險性嗎 在轉換的時候 腳可能就真的要幫忙殺一下 對啊 屁人要出來速度太快 剛剛玩右邊那個 手還是有點瘦傷 我朋友建議說 就是我們要玩溜滑梯的話 就是帶滑草板來會比較好 就是屁股比較不會不舒服 事實上去年這裡就發生過意外 市府除了家裝軟墊 一旁也設置使用標語 提醒民眾注意 這個2019年啟用之後 我們的這個滾輪溜滑梯 有發生過就是溜下去 那屁股產生就是太發熱 還有水泡的這個一些事件 滾輪溜滑梯有投保公共意外險 目前黃姓夫人正在辦理理賠 是否建議民眾要評估自己的身體狀況 但誰想得到小孩郵聚 竟然會摔斷脊椎 補強相關安全措施 是否則無旁貸 記者劉志展蔡宇山桃園採訪報導